起来是很直接的那种 就是很深刻的 就是他第一次表白的时候 他会说你要不要跟我谈恋 就直接这样问 真的我在心里面 我没办法直视他 不忍成真的没办法做到 就是他的眼睛在 你不这样吗 真的吗你真的这样吗 要不要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眼睛的时候 就只能不能看他 就是大家每一条都是 哇 amazing amazing 那拍这种甜甜的恋爱戏的时候 体验怎么样 就是大家会看到有一些镜头 是进士忠跟徐莱 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一些举动 而那些举动我觉得 当时候我拍的时候 我站在那个场面里面 我觉得很浪漫 但是那种浪漫 我觉得不是很刻意的营造出来 嗯 洛南拍的时候他很害羞 就是跟戏里面很不一样 嗯 实在是很直接的那种 就是很深刻的 就是他第一次表白的时候 他会说你要不要跟我谈恋爱 就直接这样问 你要不要跟我谈恋爱 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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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一条他拍完之后呢 你就见不了他了 他会躲在一旁 对我很害羞 对 很害羞 对 就是他本来的性格 我觉得跟徐莱 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嗯 就反差非常大 反差大 反差我觉得是 徐莱特别的更直接一点 帮你穿的吧 所以我是小男人 四季 我还是有点 深色 对 那这次的两位合作下来感觉怎么样 维京哥特别好 我觉得他特别好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生 我觉得维京哥是一个很绅士的男生 对 对 眼睛很大 哥夸不出来别夸了 不是 小眼睛大这个词 就是我觉得这个眼睛是他的武器 刹伤力很大 刹伤力很大 第二是因为他的性格特别棒 那大家就是拍摄过程中怎么样变了越来越默契的呢 就是他的大眼睛 陈瑞听说张耀男眼睛很大 上校搜 他的眼睛是因为我还记得第一天看到他的时候在一个训狗基地 然后他当时戴了口罩 然后戴了帽子 然后把帽子压到他里 我觉得他可能是应得很害羞的一个女生 那天我真的很紧张 因为我就是第一次跟维京哥见面还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我就过去老师好 然后维京哥就很大方的就是给了一个拥抱 我觉得那一下其实还是挺让人就是安稳的 就是因为那个拥抱 把一道门打开 他一场戏我们都很有默契 对 不会吵架 你在说什么 震惊陈瑞 张若楠一次片场失和 你惊喜 不是 没吵架 就是大家每一条都是 哇 太太太太 就是现场拍摄氛围很轻松 对 维京哥还是很知道怎么逗大家开心 因为有的时候拍摄进入中后期的时候 大家其实会有一种身体上的疲惫感 他只会每一场 哥你又不说话了 你是怎么了今天 就他意思打开我 维京哥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不开心吗 你不开心吗 然后就硬刻人家说话 也没有吧 有 哈哈哈哈 一个字 绝 刚刚也提了 那场戏也特别大动人 你都看了 那没一句 钥匙好看吗 房单里面我们这个戏可以值多少分 不是等到时候我们继续上线 只要看观众 那非常好看 谢谢 谢谢你 说到刚刚那场戏 那场戏当时你拍的时候怎么感受呢 我只能说因为我提前偷看了 本来今天有一个活动 然后就是给应该是媒体 看40分钟我先看了 我在家里哭了 你有没有哭 我没看完哪一个点啊 我没想到因为爱情点我会哭 但那个点好奇怪的 我不知道大家概不概不概的 你知道吗 就是你 真的让我一个人吗 你真的要离开 你说那句词 只是很累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的眼睛真的太大了 蛤蛤蛤 真的 我在心里面 我没办法直视他 不忍心 真的没办法说 这是他的眼睛 哈哈哈 你真的这样吗 他真的吗 你真的这样吗 有没有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眼睛的时候 我只能不能看他 我的天哪 什么时候开二群演唱会呢 不远的将来 别乱画饼 不远的将来 你真的有吗 你都不知道我被打击到了 为什么 我开演唱会是 现在越来越有顾虑 之前就是开了两次都 卖了票 然后结果因为一些 哦 有对 然后第二次我又准备又开的时候 所有的道具 现场找了一个场地 最后排练都装好 最后最后还是没开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还是得 需要一些时间 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去准备我拆 嗯 好的状态 对一个好时机 是 好